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锁定九点热话题 我是秦林谦 小文新闻一开始先来关注的是 今天台湾再新增17例本土 除了吸体用餐的顾客增加之外 联邦银行员工跟家人再多6人确诊 另外歌友会相关的个案也再增加一例 是歌友会成员的接触者 台湾新增的17例本土 除了大家所熟悉的吸体相关之外 已经连续三天都没有新增个案的 联邦银行员工以及歌友会成员 也分别都有人确诊 其中有五例是联邦银行员工 还衍生一例员工家人 共两男四女CT值最低才18.9 但从1月7号尾牙到12号 第一例员工染疫之后 18号这些人才被验出阳性确诊 都说Omicron潜伏期短 发病传染时间快 但怎么等了11天 这些人才转阳 病毒很狡猾 连感染的人验出确诊的时间都差很大 不只联邦银行员工如此 歌友会相关也再多一例60多岁男子 是经过第三轮疫调追踪 才发现他与案17369 曾在舞蹈般接触 居隔期满确诊 在1月11号开始居隔 因为他接触日是1月4号 进去的时候 那时候是验是阴 然后现在转阳 这也是一个阴转阳的案例 而吸体相关个案也持续扩大 从第一波三位员工确诊 增加案18000累计四位 1月7号用餐顾客也增加一位 案18066 是先前一家七口 累计以五人染疫的爸爸 1月9号用餐确诊的 又比7号更多 截至18号共18人 新增的三位 18051到18053 分别是爸爸和国小幼儿园 两个儿子 也惨遭病毒魔爪 而以17997妈妈同职场的接触者 也多了一人 目前无症状 吸体相关个案 不含联邦银行员工 已有38人 照着原来的疫调 那就是快速的来做 但你没有办法要求 就是说每一个的传播源 都能够找到非常的清楚 秉出掉吸体各有会 这些个案还有机可循 本土还有一例 基隆防疫计程车司机 与新竹一家四口确诊 防疫倒高一尺 病毒磨高一丈 要挡住病毒 要多下苦工 TVN新闻综合报道 就来看桃园联邦银行的 群聚链再扩大 截至今天已经累计23名员工 跟轻油染疫了 其中还有一名确诊送货员 因为工作足迹扩及花莲 当地县府也下令大清晓 可能什么时候连航会复业 我们等一下再来 我们也还在等一些讯息 这个问题恐怕联邦营董事长 心里也没有答案 毕竟18号疫情记者会又公布 联邦营传播链又新增了6人确诊 包含5名员工染疫 以及一名同住家人 已经匡列相关接触者 联邦银行渐行分行 截至18号为止 累计了18名员工展役 员工的家人和朋友 也有5个人确诊 总计23人 同时影响的还有 吸体群聚案 确诊足迹也一一曝光 那这个足迹是从 1月7号开始 6点半桃板屋中立中山店 中立区中山路111号2楼 桃园市府18号公布 辖内有新增12例本土个案 也公告了26个足迹地点 包含了桃园中立中山路的桃板屋 公布当天也暂停营业 另外确诊足迹也从西半部 扩展到东台湾 花莲吉安新城 确诊者曾经到过的地方 都一一清销案 17983 一名从桃园来的货运送货员 是桃园吸体足迹 重叠确诊个案 因为工作关系 1月13、14号 曾经到过花莲 甚至在吉安某间民宿 住过一晚 另外因为在心体餐厅打工 而确诊的中立高伤的学生 造成同班同学和老师需要隔离 相当自责 小短部中预计 每周会送两次物资给师生 目前学生们状况良好 希望大家多点鼓励 也早点回归日常生活 而今天西提的传播链当中 也在新增一家三口用餐的确诊个案 爸爸是1月9号带两个小孩去用餐 现在小孩就读的学校也要扩大采减 三位一样是在我们西提专案 1月9号的这个专案当中被鞠隔 又是1月9号 西提用餐民众一家三口吃饭聚餐 却被传染 爸爸案18051打过两剂莫德纳 带两个小孩都未满十岁 分别是案18052和案18053 9号用餐算高风险期间 加上同住的妈妈四人全被匡列居家隔离 二次裁检 父子三人阳性确诊 八岁的这个孩子在悉尼国小 另外一位在华盛顿私立幼儿园 这两个部分我们今天正在扩大采减 一家人住集中检疫所 但有人质疑怎么同住家人 算亲密接触 四口中唯独妈妈是阴性 这也很难做一个判定 不过今天没有中 并不代表明天就没有中 所以大家看看联邦的就个案就会了解 事实上在居隔之后 大家发病的日期跟可被验出来的时候都各有不同 那联邦行员传播链来比喻 不敢轻言断地 阴性就是没染疫 毕竟发病潜伏期每个个案都不同 但被感染截律是否也跟疫苗厂牌有关系 以本土的资料来讲 当然是有一些 但是也不足以来做证明 还是说都有各有其功效 各有其功效 可能个人的防卫来得更重要 就像部长说的 还是老话一句 疫苗打下去 赶快有保护力 TVB新闻中影王鹏靖营 台北报道 另外还有一家四口染疫 其中就读高中的女学生 上课是家人接送 但是下课是自己搭火车 那么现在市府也公布她的搭车时间 还有路线 环保局出动清洁车 在台铁北新竹站来回消毒 包含置物柜 电梯 楼梯 任何一个角落都不能马虎 因为这里出现确诊者阻击 染疫的一家四口 大女儿案18062 就读一名高中 她平日上课都是由父母接送 下课之后再自己走到竹北火车站 下午四点多 搭乘2541或1201车次 到台铁北新竹站回家 如果身体有这个疫状 大家特别留意 那也可以打我们的专线 我们会来安排做裁剪 搭乘火车通勤 确诊个案扩及到新竹 剩下不到两周 就是一连九天的农历春节 大批返乡出游人潮 严重挑战防疫量能 针对大众运输防疫措施 交通部长王国才表示 依然维持二级警戒 不会禁止饮食 也不会取消高铁自由 做台铁站票 但清洁消毒作业 将以最高规格三级标准进行 而陈时中则这么说 在高铁车站里面 能够把口罩戴好 我想别人在吃东西的时候 那特别把口罩戴好 我想就可以了 虽然都说 目前维持二级警戒 戴好口罩就好了 但现在疫情升温 又接近过年 民众还是要做好防疫 不能有私好松懈 另外新竹出现一家四口确诊 感染源到底为何呢 其中确诊的父母亲 在同一间公司上班 因为有员工曾经上过染疫 明星科大社团老师的课 是不是跟这个有关呢 感染源还要再厘清 一早在小孩来上课 就被高知停课 一脸不洒洒 也只能掉头回家 都没有听说 没有接到学校通知 新竹除了三名国小 另一间一名高中 也宣布停课 因为两间学校 各有一位学生确诊 其中一名高中 高中部39班 1800多位学生 教职员约130位 以及国中部21班 900多位学生 在这两天都要裁剪 但一早校方只公布 确诊班级停课14天 其他预防性停课一天 先不开会后 要求全校停课 而有老师的家人控诉 学校要求高中部全体教师 下午4点 要到校召开会议 原来这两位确诊学生的父母 在一间汽车销售公司工作 爸爸按18060担任主管 因为员工有去明星科大进修 曾经上过染疫社团老师的课 裁剪阴性 而为了保险起见 主管要求所有同仁都要做裁剪 结果爸爸PCR阳性 妈妈按18061 跟两位小孩按18062 按18063 裁剪也确诊 紧急匡列 职场59人 事实现在的情况 感染源还没有办法完全的厘清 一家四口感染源还要再查 而足迹除了学校和火车站 还有大润发新竹中校店 全家铁支店 以及新竹民主路上 五名的水果摊和蔬菜摊 另外还有阳台西儿肉中华总店 余仙会设金国店 两家都暂停营业做清销 并且匡列164位民众 在本市不管是公立或私立的 这个运动中心里面的游泳池 及附属设施 包括了这个SPA 或者是蒸汽室 还有儿童的细水区 那从今天开始都暂停 暂停开放 新竹市也提升防疫 丁志坚强调 市府以及所属机关 包含学校 尾压聚餐年终活动一律取消 防堵疫情扩大延烧 TVB的新闻 陈世民李鲁新竹采访报道 基隆一名淘机防疫计程车司机 在定期裁检的时候 也被验出阳性确诊 他打过两剂的AZ 加一剂的莫德纳疫苗 可是CT值还是在短短一天 从31.6快速下降到12 研判是近期感染的个案 基隆街头烧房车出动 喷洒大量烧毒水 因为又有名防疫计程车司机确诊 防疫计程车 这个一开始验的时候 他已经连续验过三次是阴性 然后第四次验出来是变成是阳性 按1802040多岁男性 是桃源机场防疫计程车司机 已经打过两剂AZ疫苗 12月22号还加上一剂莫德纳 因为防疫小黄司机定期裁检验出阳性 CT值从31.6快速下降 隔天降到12 病毒量高 研判近期被感染 那我们目前是有掌握到就是说在这个1月14号的时候 他有曾经再送过一位 在机场其实拖曳裁检 后续的报告出来就是阳性的一个个案 感染源是否就是乘客还得靠基因定序进一步厘清 而基隆市府也说 这名司机足迹单纯 平常都待在防疫机场车上 三餐也大多叫外送后在车上用餐 最近则因为防疫车队工作量暴增 只有13号15号回家 其中15号有短暂与家人接触半小时 没戴口罩 三名家人匡列居驾隔离 安排同住的妻子跟儿子 三个人去进行裁检 那裁检的结果也已经出来 三位都是阴性 而先前确诊的机场检验人员案17928 基因定序结果出炉是Omicron病疫株 但与其他本土Omicron系列不同 排除与本土群聚有关联 疑似就是在收集旅客拓役时被感染 国门第一线人员 加上又有防疫小航问长被感染 措施还得继续加盐 除了现有实施超过一周的长城航班落地筛检 18号上午澳洲跟美国抵达的班机 验出三人阳性 阳性率2.86% 之后还要扩大 指挥中心表示 将从风险高的南亚东南亚航班着手 同时也确保机场相关人员安全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台湾疫情景 张阳政府鼓励年长者快快打第三季 不少人也很关心 前总统马英九打了美 党内有深蓝之路 小心小心 艾雅还好旁边人服了一把 但马前总统的反应也蛮快 刚打完第三季莫德纳 辛亭甲勇 那大马英九三岁的苏贞昌也必定要赶快打第三季 只是前面两季都打AZ 二月底的追加季要该打什么 打疫苗要哪一种品项 届时再和指挥中心商量 因为苏院长最不喜欢跟别人抢 但长者不少人的第三季都是约莫德纳 加上1922有年龄分流 因此时间到了上网约莫德纳的年轻人 全显示额满一片哀嚎 1922有点难约 全部都约不到啊 很难约要抢 莫德纳现在虽然非常抢手 可是这预约的现在到也只有50%了 那剩下的50%去哪了 指挥中心说 250万人份的莫德纳 都已经拨给县市政府 扣掉第19期第20期数量 应该还有150.1万人份 而这期台北市莫德纳给出的是15万7千多人份 新北市则是只给4千多人份 问题出在哪 可能是年龄比较大的啦 等等他们要照车来施打 所以他们把那个量保留比较多 开放出来让这个平台上预约的相对就比较少 但前一天明明是挂保证说 莫德纳尽量打一定够 现在确实连约都约不到 这样反差必定会惹出某一群人的民怨 常常人楼蔓延在东区奇楼 为的是哪一剂高端疫苗 18号上午北市中心综合医院 开设高端门诊 240张号码牌发完为止 这台北市民对高端看来真的有需辞 尤其根据北市府资料 下周疫苗的预约量不到一天 已经被北市加倍提供的高端 截至下午1点预约率已达到9成1 数量多的莫德纳及辉瑞 分别为58%和18.7 只是民众排队打高端 柯文哲似乎很讶异 剖出影片的民进党议员 用画面证明北市数量真的开太少 那民众选高端是否也真如 梁文杰说的非台湾价值 我前两句打AZ 所以这次特别选高端 对对对 那为什么没有想要莫德纳 就是副作用稍微多了一点 目前可以看到资料来看 它的保存条件相对简单 而且它的解冻这些稀释的条件 也没有像mRNA的疫苗这么复杂 所以对我来说这是一个相对安全的疫苗 但也有两剂打高端者 第三剂要改打别的疫苗 而且这人还是民进党立委高家瑜 我是想说混搭的效果会比较好 因为专家学者也都是这样子讲 追加剂怎么打各有所好 TVP的新闻 李国正确换柔台报道 而为了分配医疗量能 双北征用加强版防疫管 收轻症的确诊者 本来在里头隔离的人 就得被迫转到别的地方住 但夸张的是有人说 新北有防疫旅馆 却通知用防疫巴士来载 民众就担心都挤在车上 会不会成了破口 一整面窗景还有运动器材 当初就是看上这里环境 从荷兰返台的王小姐 才选择这当作14天防疫旅馆 但现在却被迫搬前 原来是因为为了分配医疗量 新北用加强版防疫旅馆 收轻症确诊者 而王小姐住的这一间 就是被征用的其中一家 她在8号入住 本来23号要解隔离 但突然被通知 20号就要转到其他家 而且用防疫巴士再送 让她好紧张 这趟路一旦有人确诊 怎么办 而且这一般从泰山到淡水区 光车程就要40分钟 更别说旅馆只发张纸条告知 但明明防疫旅馆费用 是自己掏钱 住的好端端的 却被迫离开 防疫隔离期间 任何不必要的移动 都会造成染疫的风险跟破口 也会增加防疫人员染疫的高风险 市府会派送防疫计程车 初步沟通说明当中 如果有不够详尽 导致误解的地方 市府也在此感到非常的抱歉 不过这也不是新北独有 北市建坛防疫专责旅馆 也是临时通知 用防疫计程车 加上未来订单 共488人影响 所以在运送的部分 我们是尊重地方政府的规划 那如果人数少 都能够用这个防疫计程车接送 当然是会比做防疫巴士 更理想一点 虽说防疫很重要 但订好的饭店 要被迫改变 恐怕认识也很难接受 台湾这波疫情 已经有15名幼童染疫确诊了 来看看香港的做法是什么 时间再交给佳琪 台湾最近遵受了 Omicron变种病毒的影响 就连小朋友也不放过 有超过了15名的儿童来染疫 不过现在在香港 儿童是有希望可以来打 BNT疫苗的 我们来带你看到的是 其实18岁以下的染疫 状况是如何呢 根据这样图 你可以看到9号一直到18号 其实已经累积了22名的小朋友 已经忍上了新冠肺炎 尤其可以看到这个 粉红色的部分是未满5岁的 这个指数是呈现了直线的成长 那么当然了在10多岁的部分 也是有显著的成长跟变化 但我们就带你来看到的是 现在到底要来怎么样 对抗Omicron病毒呢 因为指挥中心的罗一军 他就说了到17号有15个个案 有5位呢是完全没有症状的 而且你跟感冒一样 其实是很难分辨的 再加上幼童不善于表达 也因此你不知道他到底是感冒 还是得到新冠肺炎 但我们带你看到的是 现在港府就说了 他们的卫生署说 5到11岁的小朋友 他们是接受他们可以打疫苗的 如果你是打大陆的科兴疫苗的话 两剂间隔要4周 如果是打复辟钛 也就是BNT疫苗的话 则要间隔12周 而打的地方呢 是锁定在大腿外侧的中段 但是小朋友打的是 成人剂量的三分之一 就怕小朋友没有办法 承受那么多剂量 也因此三分之一的量 对他们来讲 可能是比较好的选择 将台湾比你为小孩 将大陆比作为大人 如果小孩不乖 大人就该出手教训 康慨激昂谈着满满爱国情操 他就是67岁自身艺人芳芳 自从移居中国大陆后 就自称为中国人 近日上节目更语出惊人 我期盼 我真的非常期盼 看到两岸统一的那一天 至于他们认为说 我们在这里会掏金 我们规规矩矩交税 你查都查得到 我一年赚多少钱 我们回来 是因为要在这里生活 我回来 是因为我要在这里生根 公害支持两岸统一 展现出满满热爱大陆的心 就连文化部长李永德也看不下去 曾在天安门升起时落泪的他 这回又发表敏感言论 引起网络论战 湘米女神QN也发文痛批说 一派轻松鼓吹统战台湾 真的让人傻眼 另外前外交官刘世杰则 发文怒哄 缴税养你这种人 来使用健保资源 真不甘心 面对接种而来的健保争议 芳芳也有话要说 你那健保又不是你恩赐给我的 你说我要减掉 我凭什么你叫我减掉 我就减掉 不用减到健保卡了 不要看就好了 一边拿着台湾健保 享有公民权利 一边用山峰点火 掀起口水乱战 芳芳平台敏感政治举动 也让台湾各级高官听得直摇头 TVBS新闻 严认生黄冠委赵沛宇 台北采访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